玉里镇大宇国小师生配合学校教育 在今天特别参访观摩了玉里派出所要认识 并且体验警察的工作勤务 而这同学们为了要防疫做好万全准备 也全程都戴口罩的 虽然戴上口罩 不过还是不减学童们对警务工作的兴趣 新冠肺炎疫情刚前 测量体温 洗手消毒再请戴上口罩 已经是大家的全民运动 大宇派出所对面的邻居 大宇国小师生来访也不敢马虎 防疫措施是做好做满 虽然目前为止 华东地区为新冠疫情的净土 但是前来参访的大宇国小师生一行七人 也都全程戴着口罩保持距离 做足了自我防疫保护措施 跟着派出所远警的带领解说 参访观摩警务工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防戴 等下你们都可以试穿 玉里镇大宇国小今天配合学校教育课程 提升学生交通 法治观念以及认识社区的好邻居 特别来到大宇派出所参访 认识并体验警察工作 现场互动热落 请问您晚上要工作吗 晚上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警察的工作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晚上也是要行驾 也要防止 那个欠报案欠有的没有的 民众报案我们也是要处理 你的工作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大宇派出所远警热情接待 大宇国小师生 也详细说明警务工作内容 以及相关交通法规的宣导 和法治常识概念 即便每一位学生全程戴着口罩 却仍不减学通们对警务工作的兴趣 满载而归 记者是预兰 预理采访报道